一次醉酒 柳如烟把我给睡了 而后她成了我的老婆 无论我和我的家人怎么羞辱她 昨见她 她都不生气 俨然一副温顺贤良的好媳妇模样 而就在我慢慢喜欢上她时 她却向我提出了离婚 昔日温顺贤良的女人 就像是变了个模样 一招变化 我家落魄了 她发达了 昔日被我肆意羞辱的贤良老婆 摇身一变成了我的金主 我老婆是我的童养媳 她是她爸跟前妻生的 自从她爸离婚再娶后 她爸就不怎么待见她 可我家庭条件特别好 我又从小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 所以他们家为了巴结我家 从小就把她许给我家 做我的童养媳 可我喜欢的是她姐姐 所以我一直都很讨厌她 抵触她 不愿意她做我的童养媳 然而长大后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她居然趁我喝醉把我给睡了 这是闹得人尽皆知 我爸没办法 只好逼着我娶了她 我心里不痛快到极点 毕竟我喜欢的一直都是她姐啊 因为心中的那股不愤 我处处针对她 晚上睡觉让她睡地板 从来不许她上床 吃饭的时候 我和我哥也处处嘲讽她 欺压她 不许她加菜 跟朋友聚会 下雨了 她体贴地来送伞 我也要把她骂一顿 总之不骂她 我心里就不痛快 可她这个人有些奇葩 像是没有脾气一样 不管我和我家人 怎么欺压她 昨见她 她都不生气 永远都是一副温和的模样 说起来 她长得还挺好看 只是读书那会 她太内向 读书成绩又倒数 各种留级 在学校都是那种 令人弹指摇头的存在 可她姐就不一样 她姐温柔大方 成绩又好 在学校可是公认的笑话 想起我和她姐 刚刚冒起的爱情火苗 就这么被她给掐灭了 我的心里 又是一阵不痛快 大半夜我跑下床 一脚踹醒 在地上熟睡的她 说口渴了 她倒是马里 瞬间起身去给我倒水 她还挺体贴 入秋时节 知道给我倒杯温水 可一想到同学聚会那晚 她趁人之危 我心里就有一股气 抬手就将整杯水 都泼到了她的脸上 都这样了 她都没有生气 只是默默地去了浴室 我看着她受血沉默的背影 心底竞生出了思思内疚 只是想起我这一生的幸福 都被她给毁了 那思内疚就荡然无存 就这样 她被我欺压 昨天了三年 可三年会发生很多事情 比如我家破产了 比如我有点喜欢她了 再比如 她向我提出了离婚 她把离婚协议书 递给我的时候 说她白月光回来了 我承认 那一刻 我心里是很难受的 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扼住了 闷得有些透不过气 可从小天之骄子的我 自尊心强 没有在她面前表现出 半点失落伤心的情绪 更是利落地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签完字后 她温良的声音 忽然自我身旁响起 需要我派司机送你吗 我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是了 眼前这座 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别墅 已经不属于我家了 我家已经破产了 资产全部变卖 而她 这位当初耍手段嫁给我 被我们全家都瞧不起的同样戏 却背着我们 悄悄成立了公司 现在更是做得风生水起 买下了这座别墅 可我没资格怪她 也没资格要求她分我财产 因为那都是她折服隐忍多年 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她甚至没有用我们家一分钱 她静静地看着我 也没催我 可就是她的这份温和 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对她的种种 我竟有些无地自容 毕竟 像这样的情况 我落魄了 她发达了 她应当会将当年所受的折辱 加倍还给我才是 可是她没有 甚至跟以往一样温和 我连忙道 不用 我自己可以回去说完 我有些慌乱地往外跑 身后传来她淡淡地询问 你今晚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没有 我头也没回地冲出了院子 外面下起了雨 我捏紧手中的礼物 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以前我从未给过她好脸色看 可在意识到自己对她有了好感以后 我就想好好地跟她过一次这样的节日 可没想到等我的 却是一纸离婚协议 我自嘲地笑了笑 任瓢盆大雨落在我身上 淋得我满身狼狈 第二天我病了 窝在被子里起不来 外面却响起了一阵阵嘈杂的吵闹声 我拖着虚软的身子出去看 就瞧见我爸坐在掉了皮的围墙上 说不想活了 我们现在住的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 环境脏乱 但是租金很便宜 我妈宠我爸哭得惨兮兮 说如果她跳下去了 那她也跟着跳下去 大家都不活了 我头痛欲裂地去劝我爸 说只是破产了而已 只要人活着 总归是有希望的 我爸忽然沉沉地盯着我 那灼灼的眼神让我心里一个灯 紧接着她说 你去求景年帮帮爸好不好 她是咱们家的女婿 一定会帮咱们的我妈也连忙到 是啊 虽然咱们以前对她不是很好 可看在你的面子上 她肯定会失与援手的 所以你就去求求她吧 我苦笑 我爸妈还不知道 我已经被人家给甩了 我拒绝去求那女人 可我爸却又以死相逼 我无奈 终是硬了下来 出发前 我妈花仅剩的一点钱 给我置办了身形头 那衣服格外的彰显身材 胸肌腹肌都显现了出来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唇边越过一抹自嘲 这还真不像是去求人的 倒像是去勾引人的 只是现在就算我脱光了 站在那女人面前 恐怕那女人也不会正眼看我一眼 我到现在都搞不懂 同学聚会那晚 她为什么要睡我 难道她也喝醉了 把我当成她白月光了 回去那些烦乱的心思 为了让我爸妈死心 我还是做做样子的 去求那女人了 我打听到那女人 现在就在她公司 于是我顶着这副形象 直接去了她公司 我爸妈则在她公司楼下 等我的好消息 看着我爸妈 那满脸期待的表情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感觉有点心酸 去到她所在的楼层时 好多人朝我投来一样的目光 空气里更是萦绕着 各种难听的议论和嘲讽 我当作没听见 挺了挺背脊 直接去了那女人的办公室 只是一看到那女人 我就怂了 背脊都弯了几分 此时 她正坐在椅子上 一身贵气 笑看着我 我垂着头 羞愧地说明了来意 她魔光忽地沉了几分 冲我笑问 你觉得 我凭什么会帮你们 知道求人不会成功 我差笑道 那 那就当我没来过吧 就是了 我们当初那样对她 她没报复我们家 就算好了 怎么可能还会帮我们家 我这是有多大的脸 居然还好意思来求她 越想越窘地慌 我想逃 她又把我喊住 说说吧 你拿什么来求我 若我觉得值 帮一帮你们也无妨我愣住 左思右想 也想不出能用什么来求她 这负身体吗 呵 她如果针对我有冲动 结婚三年 无数个夜晚 共处一室 她有的是机会 可那三年 她还都没挨我一下 我垂着头 窘迫地道 你就到我今天没来过吧 她却忽然朝我走来 她还挺高 我一八三的个子 她就比我矮一个头 她点起脚尖 凑在我耳边低笑 穿成这样 又何必故作矜持 我浑身血液僵住 羞愧难当 恨不得立马逃出去 她忽然勾住我的脖梗 笑得意味深长 结婚三年 我睡了三年地板 许久没尝过你的身子了 不如 就拿你自己来求我吧 我瞪大眼睛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问她 你 你说啥 她眸光深深地盯着我 那眼神如一汪大海 让我没来由的心慌 她没有说话 只是垂眸 细白的手指 勾勒着我胸口的曲线 我浑身血液一涌 羞地推开她 我怒道 你不帮就不帮吧 我也没指望你会帮我们家 但你不帮 也不带这么羞辱人的 柳如烟看着我 脸上透着几分 我看不懂的情绪 四怒四笑 她说 你认为我在羞辱你 难道不是吗 她喜欢的分明是别人 对我做出这样的举动 不是羞辱又是什么 柳如烟忽然转身 坐到办公椅上 她在抬起头看我时 眸光浸透了几分冷意 她笑说 你穿得倒是挺有诚意 可态度却毫无诚意 既是如此 那你走吧 本来就料定了 她不会帮我们家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一出她公司的大门 我爸妈就迎了上来 我爸着急地问 怎么样 她愿意帮咱们吗 我摇了摇头 我爸顿时气地骂了一声 她的白眼狼 现在发达了 竟然翻脸不认人 早知道 我当初就不让你娶她了 气死我了 我妈也气呼呼地道 就是 她平日里温温顺顺 逆来顺受的 没想到还是个白眼狼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还是别这么说她了 她一没有我们家人脉 二没有我们家钱财 怎么就是白眼狼了 其实她不帮咱们 也说得过去 毕竟咱们以前对她那么差劲 我爸妈抿了抿唇 也不再说什么 只是一脸愁苦 看他们那样子 我的头更痛了 晚上 我哥拿着手机 挨个地给她以往那些 称兄道弟的朋友打电话 希望他们能帮帮忙 可以往打电话 约那些人出来喝酒 那些人都来得贼快 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 敢接我哥的电话 我哥气得砸了手机 怒骂那些人不讲义气 我坐在辈子里安慰她 算了哥 现在这社会 人情薄弱得很 我妈在一旁哭 就现在我们家这情况 东山再起是不可能的 棘手的就是那些债务 现在几乎每天 都会有一拨人来催债 那些催债的人 角度我们都没办法正常生活 我爸又劝我 景言 要不你再去找找那柳如烟 她现在有钱了 你找她借一点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妈也道 就是啊 哪怕你们离婚 你也可以分的一些财产 不是我在辈子里缩成一团 没敢告诉他们 我已经被柳如烟 近身出户了 不然他们铁定 要把柳如烟骂天上去 我哥气道 行了 你们就别让弟弟 去丢这个人了 行吗 我们当初那样对他 你们现在让弟弟去求他 不等于是让弟弟去受辱吗 我妈四十才反应过来 别忙问 白天那柳如烟 没羞辱你吧 我连忙摇头 没 没有我妈又自言自语的道 想想也是 那柳如烟 平日里老是芭蕉的 对你又言听计从的 即便咱们现在落魄了 可他喜欢你 仰慕你是真 又怎么会真的去羞辱你 我叉叉的笑了笑 没说话 我爸哀叹了一声 看着那没有封闭的阳台 又说不想活了 他一说不想活 我妈就跟着哭 一看他们这样 我就脑磕疼 其实现在主要就是筹钱 那些债务能还一些是一些 过了几天 我身体刚一好 我就出去找工作了 一般的工作 工资低 来钱慢 可我知道 一些高档会所里的酒水推销员 工资是很高的 以前我跟朋友们在会所里喝酒 一个高兴 能给酒水推销员打赏不少小费 我去了我以前常去的那家会所 会所的经理认识我 念着以前的那点交情 他很快录用了我 还专门让我负责那些大人物的包间 给那些大人物送酒 小费总是少不了的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在包间里会碰到柳如烟 那女人以往从来都不会来这种地方 至少在跟我结婚的那三年里 她从来都没来过 她以前甚至还很抵触我来这种地方 以前我跟朋友来的时候 她甚至还阻拦了几次 让我别去 说那都是不正经的地方 当然每次我都会把她羞辱一顿 然后把她骂走 想起以前 这女人还真是一副贤惠好女人的模样 而此刻 那女人坐在C位 修长的双腿跌在一起 手里捏着一只酒杯 唇角勾着一抹四笑非笑的弧度 看起来风情万种 感情她以前那温顺贤良的模样 都是装出来的 那女人静静地看着我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令我有些无地自容 早知道她在这包间里 我就不来了 就在我尴尬地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的时候 包间里忽然响起了几声 玩味的口哨 我下意识地看过去 这才发现柳如烟身旁的人 全都是以前跟着我和我哥 混的那批人 好家伙 现在他们都去巴结柳如烟去了 他们都知道 我以前对柳如烟不好 现在为了拍柳如烟的马屁 他们免不了要羞辱我一番 此刻还是走为上纪 就在我推着酒水车 准备若无其事地退出去时 一个妖艳的女人发话了 哟 这不是之前的陆二少吗 如烟姐的小教训吗 怎么 来喝酒 咦 你说来喝酒就来喝酒吗 干嘛穿着这里的工服 女人话音一落 包间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哄笑声 我紧了紧推车的手柄 深吸了一口气 罢了 都已经被他们给撞见了 而且他们有心羞辱我 我逃也逃不掉 还不如硬着头皮上去 说不定真能从他们那儿 讨得些小费 现在每天催债的催得紧 我爸天天说不想活了 我妈天天以泪洗面 我哥天天跑外卖 我还在乎那些虚无缥缈的 自尊和骄傲做什么 我推着酒水车过去 努力地保持着生硬 却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我冲他们笑道 好巧呀 既然来了 那就多照顾一下小弟的生意吧 如果喝得开心了 不妨赏点小费给小弟了 则则则 张三顿时摇头吃笑了起来 想当初他总是在我和我哥屁股后面拍马屁 一口一个路哨 一口一个老板的 现在我家落魄了 瞧他那小人得知的样子 我恨不得一巴掌呼过去 但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现在搞钱要紧 我始终微笑着 没说话 张三忽然俯身 凑近我 幸灾乐祸地道 瞧瞧 瞧瞧 这还是当初那个目空一切的路二哨吗 几时不见 咋落魄成这个样子 嘖嘖嘖 顿时包间里又是一阵哄笑声 李四也冲我张扬大笑起来 你刚刚说多照顾一下你的声音 在这种地方 莫不是皮肉声音 哈哈 要真是皮肉声音 那你还是先把衣服脱光了 让我们奄奄货吧 这回要是太烂了 我们岂不是亏了 啊哈哈 我死死地捏着酒瓶 朝柳如烟看了一眼 柳如烟默默地喝酒 好似并没有听到他们的乌烟晦语 又或者说 他根本就不在乎 我垂眸 将酒一瓶一瓶地摆在吧台上 微笑道 大家误会了 我说的生意是酒水生意 念着咱们以前的交情 大家要喝酒可以从我这里点呀 这样我就可以多拿点提成了 则 你陆二少现在缺钱缺成这样了 张三忽然甩了一张卡在吧台上 一脸失舍地冲我到 这卡里有三万块 只要你趴在地上学几声狗叫 这三万就是你的了 怎么样 张三话音一落 包间里又是一阵哄笑 夹杂着玩味的口哨声 一圈看热闹的人都饶有兴致地盯着我 连柳如烟也看着我 她的脸色很平静 但那眼神依旧深沉地让人不敢去深究 我迟迟没有动作 李四忽然又扔了一张卡在吧台上 诺 这里还有十万块 只要你学几声狗叫 再让我们姐妹几个玩一玩上 这些都是你的 我震惊地看向李四 虽然说我家现在落魄了 可我到底也是她柳如烟的老公 她柳如烟都还坐在这里 李四怎么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除非柳如烟把跟我离婚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甚至还跟他们说很讨厌我 不然他们哪敢当着柳如烟的面这么羞辱我 怎么 不是缺钱吗 这点自尊都放不下 还出来混什么混李四吃笑道 我们给的价钱还算高的 你要是去做鸭子 得卖多少次才能有这么多钱 是啊 我缺钱 还端着那些不切实际的自尊做什么 可抛却自尊 不代表没有底线 看着李四那轻浮鄙夷的笑容 我心里一阵作呕 我拿起那张十万的卡扔回李四 故意道 这十万你也好意思拿出手买我一页 有本事你拿一千万出来 李四这女人我了解 家底没多少 成日出入这种地方想帮大款 在外故作大方 实则真小气 以前总是跟着我和我哥蹭吃蹭喝 吉仰的小白连买身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 可以说 让他拿一万块出来都等于割他的肉 而他现在为了羞辱我 竟然舍得拿十万出来 由此可见他是有多讨厌我 这不由得让我开始反思 我以前做人真的有那么差劲吗 哈哈哈哈 李四 你也是小气 怎么说他也是以前的陆二少 你买他一页 怎么好意思只拿十万出来包间里 顿时有人哄笑 李四一张脸瞬间涨红 恶狠狠地瞪着我 不屑吃到 我看十万都是看高了他 我没有理会李四的吃笑 转而拿起那张三万的卡 冲张三道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 只要我学几声狗叫 这三万就是我的了 张三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我会当真 张三跟李四一样 铁母鸡一个 这三万估计也是他的血本 只见张三脸上叉叉地道 你陆二少目空一切 骄傲自负 怎么可能会当着咱们的面 学狗叫 少开玩笑了张三说着 还想把那张卡拿回去 我避开他伸过来的手 冲他一本正经地道 我没开玩笑 学狗叫又不是什么难事 叫几声就能有三万块吗 怎么想都是赚钱的买卖 不是张三瞬间一脸懊恼 瞪着我手里卡 恨不得把那卡抢回去 李四幸灾乐祸地道 那你赶紧叫啊 让咱们姐妹几个看看 你陆二少如何跟条狗一样 在地上冲咱们摇尾起连 曾经的骄傲不在 我满脑子都是催占人凶狠的模样 满脑子都是我爸妈 哭死觅活的场景 满脑子都是我哥 辛苦打工的样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 道 好可就在我慢慢往地上跪下去时 手肘忽然被一只细软的手给托住 我诧异地看过去 便撞进柳如烟那双深沉的毛子里 心口莫低一条 都出去把柳如烟淡淡开口 话是冲包间里那些人说的 瞬间那些人纷纷往外走 生怕惹恼了他 张三走的时候 还硬是从我手里 将那张三万的卡给抽走了 真是笑死 柳如烟如水的毛子盯着我 真那么缺钱 我将手肘从他的手里抽出来 拉开与他的距离 刘总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我家落魄后 欠了一屁股债 这在江城是人尽皆知的事 我就不信他不知道 刘总 柳如烟笑了一声 完美地嚼着这两个字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没有闲情与他纠缠 我指着吧台上的酒 道 刘总 这是你们刚才要的酒 我都给你们送来了 您要是觉得我服务好 也可以打赏些小费给我 柳如烟静静地盯着我 那眼神总让人猜不透 小费我也只是随口说说 没有真的希望他给 我笑了笑 正准备出去 柳如烟忽然道 我给你一千万 我猛地遁住脚步 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你说啥 柳如烟走到我面前 如水的毛子深深地看着我 我给你一千万 你陪我一夜 我唇角抽出了一下 真想说你特么有病 但他现在发达了 不是以前人人可气的 那个老实鬼 我忍着骂他的冲动 相应地笑道 刘总 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还要去做事 拜了哈 李四可以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柳如烟忽然沉沉地问 语气里含了丝怒意 我醋没 什么李四可以 你就不可以 你在说什么 刚刚 你让李四拿一千万出来 你就陪他玩一夜 那我拿一千万出来 你为什么不肯陪我一夜 我忍不住翻了的白眼 我刚刚那时知道 李四拿十万 就已经是下血本了 拿一千万 那就是要他的命 所以故意说了个一千万 基李四的 没想到这女人还当真了 柳如烟走到我面前 她喝了口酒 醉人的酒气 喝着她身上的清香 萦绕在我的鼻尖 你家现在不是很缺钱吗 只要你陪我一夜 一千万就是你的了 如何 我暗暗收紧身侧的手 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 我也清楚 无非是用钱羞辱我 极力地忍着心头泛起的酸涩 我冲他冷笑道 你现在有钱就了不起了 对 我家现在是很缺钱 但我不会用这种方式 去挣钱说完 我就急忙跑出了房间 泪水却已经模糊了 眼前的视线 其实人的情绪 真的很奇怪 以前那些跟着我混的人 无论怎么羞辱我 我都不觉得难过 柳如烟的羞辱 却不一样 他的羞辱很轻易 就能让我的心口泛起 密密麻麻的酸楚和疼痛 我一口气跑到了一楼大厅 却一眼看见 我那穿着外卖服的哥哥 正被张三李四等人围着羞辱 我哥为了一打红票票 竟然朝他们下跪 一瞬间 我坚守的自尊和骄傲轰然倒塌 我捂着嘴 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我哥为了筹钱 尚且能做到如此 而我 不过只是被柳如烟羞辱一番 就能得到一千万 我又在傲什么 我骤然转身 拼了命地朝着楼上跑 期盼着那个女人还没有走 冲进包间 我一眼看见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她像是知道我回去而复返 正笑看着我 我走到她面前 冲她问 你是不是很恨我 恨我以前对你百般羞辱 还不带柳如烟说话 我又道 行 只要你能帮我家还清债务 我随便你怎么羞辱 想羞辱多长时间 都可以柳如烟垂眸眸看着杯中的酒 笑问 让你做我的地下情人也可以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可以她把她丈夫的位置 抢了过去 留给她白月光 却要我做她 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 呵 多么直白的羞辱啊 第二天 我爸一回来 就激动地冲我和我妈说 我们家的债务都还清了 我妈喜极而泣 问我爸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爸说是柳如烟还的 还说柳如烟为他们 置办了一处环境很好的住所 一瞬间 我妈将柳如烟给夸上了天 只说柳如烟一定是太爱我了 才肯这么帮我们嫁 我听着只是笑笑 下午 柳如烟的司机就过来接我了 我爸妈不已有她 他们还认为我是柳如烟的丈夫 只以为柳如烟是接我过去享福的 殊不知我是去做柳如烟的情人 供她肆意羞辱消遣的 柳如烟现在住的是我家以前的别墅 我被接过去的时候终于见到了她口中的白月光 她的白月光叫唐冠林 是她的青梅竹马 长得特别帅气 跟明星似的当真是适合当白月光的人选 她朝我打招呼 语气还挺和气 我有点惊讶 柳如烟把我带回来 她难道不吃醋不生气吗 我被安排住在我以前的房间 虽然现在物是人非 心里有诸多酸楚 但想想情况也不算太坏 至少我家的债务都还清了 我爸妈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我哥也不用再那么辛苦了 更不用为了一打钞票向人下跪 我在房间里睡了一觉 傍晚 佣人来喊我下去吃饭 我迷迷糊糊地跑下去 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前 等着人给我盛饭 当柳如烟和唐冠林 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时 我才猛地反应过来 惊世不同往日 我也再不是以前 一来招手 犯来张口的陆二少了 我连忙端着碗站起身 冲柳如烟笑道 你们要是不想跟我同桌吃饭 我加点菜去别处吃 也是可以的 站住 我匆忙加了点菜准备走 柳如烟忽然喊住我 她没什么语气地道 冠林生病了 不能喝酒 你去给她倒杯白开水 我愣了一下 连忙点头 好的好的说吧 我麻利地去给唐冠林 倒了杯热水过来 就在我捧着自己的饭碗 又想走的时候 她又道 冠林喜欢吃虾 但是想嫌麻烦 你给她包一些 哦 哦 我只得坐下来 规规矩矩地给那唐冠林包虾 包着虾时 我倒是想起了以前 柳如烟总会体贴地 给我包好虾 但是我从来不领情 不是把她包的虾 倒垃圾桶了 就是给别人吃了 哎 想起过往 心中又是一阵酸涩 我只好想想其他的 转一下注意力 这个白月光 看起来还挺好相处的 如果我讨好她 把她伺候好了 她在这个家里 是不是就不会为难我 也不知道柳如烟 要我做她的情人 做多久 昨天我问她 她来了一句 等她咽了再说 哎 罢了 我现在刚落魄 她刚发达 她那股抱负的劲 肯定正浓郁 等过些时日 她心里对我的怨恨淡了 肯定就会放我走了 不然我在这别墅里 岂不是纯纯的影响 她们过二人世界了 我给唐冠玲包好虾 又体贴的给她盛了碗汤 柳如烟却忽然撂下筷子 淡淡的说了一句 不吃了 就上了楼 我疑惑的盯着她的背影 她怎么就生气了 唐冠玲扯唇笑了一下 冲我意味深长的道 你真不知道 我纳闷的摇摇头 我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结婚三年 我就从来都没有看透过那个女人 晚上我正要睡 柳如烟忽然进来了 我下意识得到 被子都在柜子里 你自己打地铺 说完我才反应过来 忙爬起来 将床让给她 那个 您睡床 您睡床 我睡地上就可以了 习惯这东西真可怕 即便她现在是我的金主了 可我还是会习惯性地 把她当成我以前那个 呼之则来 呼之则去的便宜老婆 我去柜子里拿被子 可下一秒 我的后背便被人抱住 我抽了口气 人已经不受控制地 跟她去了床上 我有点慌 虽然跟她已经有过关系 但那次毕竟是喝醉了酒 没啥意识 而现在 脑袋清晰地面对着 她眼里的热情 我两只手都无处安放 我结巴道 你你你 你去找唐冠林啊 你不是喜欢她吗 柳如烟一张俏脸 莫名浮起怒气 她很蛮横地 扯开了我身上的衣服 不顾我的尴尬 就 舒服之余 我又羞又窘 忍不住骂了她一句 我忽然抱紧我 气呼呼地问 你就这么希望我去找她 在我看来 她这样对我 就是羞辱我 我自然希望她赶紧滚 于是道 是是是 你快去找你 没想到我的回答 换来的却是女人 更加蛮横地对待 麻蛋 这女人真不是人 以前装得那么纯凉柔顺 实际上就是一个 报复心极强的小野猫 我被她折腾到半夜 累及睡着时 隐约听见她在我耳边低难 你或许不知道 我已经忍了很久很久了 忍啥忍了很久 是忍我吗 也是 三年的羞辱啊 这要是换了其他的女人 怕是忍不了 所以不然怎么说 这女人能成大气后呢 她的心思是真的深得很 还能屈能深的 一连好多天 柳如烟都跑到我房间里折腾我 虽然她不再像第一天晚上那样 粗鲁蛮横 但是我心里还是没法接受 跟她做这种事情 毕竟我现在不是她老公 只是她的情人 而她又有正牌男友 且那正牌男友 也是住在这个屋檐下的 我总感觉同她做这个事 有些不道德 趁着她眉眼渐温柔迷离 我冲她道 你每天这样 难道就不怕唐冠林伤心 柳如烟忽然停下动作 定定地看着我 你介意她吗 我好笑道 我介意她做什么 应该是她介意我吧 你看看你 我堂堂一个富家少爷 被你冠以地下情人的身份 羞辱这么久 你心里的气应当也消了吧 我承认 以前是我不对 您大人有大量 就别记恨我了 放我走吧 不然唐冠林要是被气走了 你可是要后悔的 也不知怎么的 我这番话一说完 她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 周身也瞬间泛起一抹可怕的寒意 还不带我问问她 是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 她就蛮横地折腾起我来 我默默地闭紧嘴巴 悟到了一个道理 在这种阴晴不定的女人身旁 说多错多 所以 以后还是少说话为妙 又过了几天 一向与我井水不犯河水的唐冠林 忽然约我去院子里的泳池旁 喝下午茶 等我过去的时候 那男人忽然一头扎进泳池里 然后拼命地挣扎 扑腾喊救命 我一下子被她的举动给整猛了 她的呼救声 很快就隐瞒了院子里的庸人 还有柳如烟 柳如烟没看我 直接扎进泳池里 把人给捞了起来 等那男人柔弱地窝在柳如烟的怀里 楚楚可怜地说你不要怪井妍 想来她也不是故意的时 我这才明白过来 她这是想害我 只是至于吗 她是柳如烟的正牌男友 我只是一个随时都可能 被柳如烟一脚踹飞的情人而已 她至于吗 跟我以前看的虐文画本一个样 柳如烟瞬间用英龙的眼神盯着我 说 是怎么一回事 按照虐文的套路 这种情况 男主越是解释 女主就越是不相信 男主还会因为自己的硬脾气 挨上一顿法 于是我没有做任何解释 只是很诚恳地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下次我一定小心走路 不会再办到她 唐冠林惊恶了一下 眼神怪异地看了我一眼 柳如烟则是看都没再看我 让人抱起唐冠林 就跟着往别墅里冲 生怕她心肩上的人儿动着了 我缓缓蹲下身 看着泳池里晃动的水波 想起了以前 刚跟柳如烟结婚纳会 我讨厌死她了 于是跟我哥联合起来整她 把她推入泳池 想着教训她一下 她当时在水里喊救命 说自己不会游泳 我和我哥不幸 坐在岸边幸灾乐祸地盯着她 直到她真的沉入了水底 我才慌了 找人把她给捞起来 那次她昏迷了两天两夜 吓死我了 以至于后来 我只敢言语上骂她 羞辱她 不敢真的再冲她动手 可就刚才 她跳下泳池救人的玛丽镜来看 她分明是会游泳的 好家伙 看来她以前又是装的 怕我和我哥整她 竟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来演那场苦肉计 则 这人心机真是深啊 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觉得务必得去找唐冠林 好好谈谈 不然我以后在这座别墅里 可就难过了 我去找她的时候 还端了我亲手熬的姜汤 此刻她正靠在床头 一脸的虚弱 柳如烟则坐在床边守着她 见柳如烟在 我放下姜汤 冲柳如烟笑道 这是我亲手熬的 柳总您为她喝下去 她会好得快些 说吧 我又看向唐冠林 笑得一脸温和友好 唐先生 那我晚点再来看你 唐冠林一脸惊叉地盯着我 四十没想到我的态度会这么好 她又有几分怪异地看向柳如烟 不想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我赶忙往外面走 柳如烟忽然冷冷到 你留下来照顾她 说吧 女人就出去了 我心下一喜 正好可以跟唐冠林好好谈谈 我坐到床边 冲她体贴地问 唐先生 你好些了吗 唐冠林惊讶地看着我 我陷害你 你难道不生气吗 嗨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是她的正牌男友 我掺和进来本来就是我不对 那柳如烟也是个渣女 我俩都不对 你是无辜的唐冠林顿时 被我的话给逗笑了 脸上少了些冷漠和疏离 多了几分亲切 她问我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本来就是 我都已经跟她离了婚 现在你才是她的正牌男友 可她为了羞辱我 却让我做她的情人 让我硬生生地成了你们之间的第三者 你说她是不是诈 不过你放心好了 她也只是为了报复我 等她心里的气消了 就会放我走了 所以你真的不用再这么对付我 伤了自己不划算 唐冠林孝道 你真有趣 可我真的不觉得我说的话 哪里有趣 我是认真的 我很认真的冲她到 不然她肯定会把这笔账 算在我的头上 说实在的 我真的一点一点都不想 做她的情人 我想走 我无时无刻 不盼着她来一句 我腻了 你滚吧 砰 话音才刚落下 房门骤然被人一脚踹开了 柳如烟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 我顿时翻了个白眼 感情这女人一直在门外偷听啊 到底是人飞黄腾达了就不一样了 以前别说偷听了 她就算是受了气 连开门都是轻手轻脚的 哪像现在 居然还踹起了门 瞧瞧 那门被她踹得多响 心疼房门三秒钟 羽人眼神阴冷地盯着我 我忍着心头泛起的耸意 挺了挺背脊 期待着她嘴里能蹦出一个滚子 可没想到那女人只是冷冷道 明天柳家家宴 你随我过去 她说完就出去了 我疑惑地看向唐冠林 她刚刚是在跟我说话吗 唐冠林点点头 你们离婚的消息还没公布出去 柳家的家宴 她自然是要带你趴她误会 我连忙到 我这就去把我跟她离婚的消息 公布出去 我不去参加她们的家宴 唐冠林哼笑道 大可不必 如今你落魄了 她带你去参加家宴 定然是想让你去受辱 所以 你还是去吧 哦 唐冠林这么一说 我倒是反应过来了 是啊 如今我落魄了 是个人都要踩上一脚 更何况是以前 对我家毕恭毕敬的柳家人 不过以前柳如烟不受宠 充其量只能算是 我们家的一个同养席 所以以前柳家的家宴 从来都没有她的份 如今她发达了 她家里人倒也都开始巴结她来了 柳家是老宅子 还挺大 分了几个院落 听说这宅子 还有柳家的产业 都是柳如烟的曾爷爷留下来的 只是到了柳如烟父亲这一带 就有些败落了 我和柳如烟一到场 七大姑八大姨就围了上来 很快 我和柳如烟就被他们给隔开了 隔着人群 我听见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问柳如烟 啥时候把我给踹了 还说要给她介绍个更温柔体贴的对象 我心想 他们这是不知道柳如烟和唐冠林的关系吗 像这样的家宴 其实无聊得很 除了问学习 工作 对象 对象 再没有其他 当然 这次因为我的出现 还是有些不一样 比如 多了一些有关我的话题 再比如 他们无聊了 就过来羞辱我一顿 消遣我一顿 我化身一个木偶人 对他们难听的话语充而不闻 吃饱了 我就晃到院子里逛去了 柳如烟忽然出现在我身后 冲我到 柳星星也在后院 我愣了一下 才反映过来柳星星是谁 她用一种倾笑的眼神看我 我记得你以前喜欢她 怎么 你这是要去找她 我承认我以前是喜欢她姐姐柳星星 可现在 我对她姐姐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亏得这女人还记得这么清楚 果然小心眼的人 记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 我冲她面无表情地笑道 我也就只是想在院子里走走 不然 你是想让我被你的那些亲戚 用口水淹死 我说完就走 柳如烟没再跟上来 可如果我知道我这么闲逛 会看到一些我不该看到的画面 那么我情愿坐在前厅 被她那些亲戚的口水淹死 眼前的小木屋里 不断传出一阵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本事无意打扰 我正想悄无声息地离开 然后就听见了一阵略微熟悉的声音 那声音有点像是唐冠林的声音 我纳闷 她难道也来了 那现在跟她做这种事的人又是谁 柳如烟 诶 不对啊 我不是才刚跟柳如烟办了两嘴吗 她就算再快 也来不及跟唐冠林在这里恩爱啊 四 那这么说 唐冠林这是背叛了柳如烟 可这柳家还有谁值得她去背叛柳如烟的 出于好奇 我走过去瞄了瞄 那女人背对着我 我看不清她的模样 但我看清了抱着她的那男人 确实是唐冠林 所以柳如烟被绿了是真的 心里正有点可怜柳如烟 可忽然转念一想 那柳如烟不也背着唐冠林 夜夜与我欢好吗 啊 不对 柳如烟是光明正大的出轨 更可恶 这么一想 那女人也就没那么可怜了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又有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 你什么时候才能把她公司里的机密偷出来 帮我扳倒她 我丢 这声音好耳熟 经不住心里的好奇 我伸长脖子又朝里面瞧了瞧 这不瞧还好 一瞧吓一跳 那女人竟然柳欣欣 也就是说 姐姐现在跟妹妹的男朋友搞在一起了 惊骇之余 我身子一个没稳住 整个人顿时朝前倾 瞬间将身前的木门给撞开了 唐冠林吓一跳 赶紧用玉巾捂住自己的下半身 柳欣欣则是用被子迅速地捂住自己的身子 然后一个剑步朝我冲来 在我还没来得及爬起来时 她就已经拿过一把小刀横在我的脖子上 只是她似乎才看清我的模样 惊恶道 景妍 眼前之人还是当初那般温柔可人的模样 只是经过了那三年 我的内心已经毫无波澜 柳欣欣的脸上明显闪过一抹慌乱 她连忙放开我 着急地解释道 景妍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没有 我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怕惹或上身 我连忙发誓以表诚心 如果我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 我就天打五雷轰 柳欣欣忽然又神色复杂地盯着我 也不知道她相没相信我的话 比起她的态度 我更在意唐冠玲的态度 毕竟我现在跟唐冠玲住在一个屋檐下呀 如今我撞破了她的丑事 她不得想办法 除了我 如此想着 我悄悄望向唐冠玲 而唐冠玲也正朝我看来 只是她的眼神很平静 半点都没有被我撞见后的慌乱和惶恐 我不由得纳闷 她这是有多信任 我坚信我不会把她 门的丑事说出去 只是很快我就发现 我想错了 唐冠玲并不是相信我 而是她并不怕我将此事说出去 回去后 唐冠玲就找我了 她告诉我 说柳如烟早就知道了 她和柳欣欣之间的事情 我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以柳如烟那腹黑的个性 知道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跟自己的姐姐搞在了一起 她居然没生气 也没报复 可见她是有多爱这个唐冠玲了 想到这里 我的心里又有点犯酸了 哎 想啥呢 想 我只是柳如烟报复羞辱的对象 是她随时都会一脚踹飞的玩物 搁在这伤啥心呢 摆正自己的位置后 我的心里顿时好受了不少 晚上 柳如烟又来我房间了 她先在我房间洗了个澡 然后穿着一件性感的睡裙朝我走来 睡裙的领子长得很开 那诱人的地方一览无余 看着看着 我的血液又沸腾了 我尴尬的一开视线 心中暗想 这女人性子虽然难以捉摸 也记仇 但身材是真的好 我个不争气的 由最初的抗拒 到后来的接受 再到现在 竟然有点迷恋她的身体了 哎 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毕竟我终是要被她给踹开的 现在既喜欢上了她的人 又喜欢上了她的身体 等被她一脚踹开的时候 我得多伤心啊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 女人已经亲身压了上来 她私事很不满我走神 娇称道 在想柳星星 我论了一下 这也能扯到柳星星 提起柳星星的时候 她翘脸上的怒气又浓了几分 我知道了 她肯定还是恨柳星星 跟唐冠玲搞在了一起 可她又舍不得折磨唐冠玲 于是就把怨气 撒在了我的身上 想到这里 我又不得不怀疑 她把我弄来与唐冠玲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又夜夜与我欢好 不会是为了刺激唐冠玲吧 死 可恶的女人 居然咬了我一口 我多想冲她吼 我不是唐冠玲 你有种就去找唐冠玲报复去 可我又不敢吼 毕竟这个女人阴晴不定的 我又怕她更加变态地折磨我 一日我睡到日上三杆才醒来 一醒来我就发现唐冠玲在我的房间里 她一脸笑意地盯着我 而我有些窘迫和心虚 毕竟我昨晚跟她的正牌女人睡了一整夜 我吹着头 不好意思看她 她忽然冲我笑问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对不起我 哎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虽然我只是柳如烟为了刺激她的一个工具人 但我毕竟跟柳如烟离了婚 我应该走得远远的才是 可是我为了还清自家的债务 还是插足到了她和柳如烟之间 所以严格说起来 我确实对不起她吧 我冲她点点头 末了又到 不过你放心 柳如烟最终还是你的 我不会有什么妄想 而且她睡我 就真的只是为了羞辱我 另外 还有点刺激你的意思 唐冠玲忽然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我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 从来都没有什么恨意和恶意 只是怪异 伴上 她忽然问我 那你愿意帮我跟柳如烟在一起吗 我惊讶地问 你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说到这里 唐冠玲忽然难过地叹了口气 她说 我原本与柳如烟青梅竹马 互相爱慕 可谁知有一次聚会 我喝醉了 被她的姐姐柳如烟青给睡了 如烟知道后 虽然没怪我什么 但我们之间 到底还是有隔阂 我惊得瞪大了眼眸 这这这好像 我跟柳如烟的桥段啊 思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柳如烟当初之所以会趁我喝醉睡我 该不会就是因为柳如烟 睡了她心爱的男人 所以她才如此抱负吧 越想心里越是有点不失滋味 唐冠玲还一脸难过 我安慰她道 既然她不在意 那你也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 只要她爱你就行了 唐冠玲摇摇头 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失身于柳星星的画面 被柳星星拍下了 她以此威胁我 让我不断地委身于她 甚至还让我偷如烟的机密文件 以此对付如烟 我再次被惊到了 不由得想 当初那个温柔善良的女孩 当真如此卑鄙下作吗 我冲唐冠玲道 那我又能帮你什么呢 你应该跟如烟坦白录像的事 唐冠玲伤心欲绝地摇头 不可以 我失身于别人 就已经很愧疚了 要是让她知道 还有录像的存在 我就真的没脸面对她了 可你不告诉她 难道就任由柳星星 拿那录像威胁你 柳星星说了 只要我帮她偷得 如烟的机密文件 她就将那录像给我 所以 唐冠玲说着 忽然定定地看着我 我心底一咯噔 便听她道 景言 你就帮帮我吧 帮我去偷那机密文件 这怎么可以 我下意识地拒绝 你既然爱柳如烟 就不该再做背叛她的事情 唐冠玲忽然哭了起来 我也是走投无路 景言 你就帮帮我吧 我连连摇头 不行 你要我帮你其他的可以 这一点我办不到 再说了 你也太高看我了 你都偷不到的东西 我哪里偷得到 她现在夜夜与你欢好 你可以趁她 不不不 我急促地打断她 不想她越发 惨惨唆唆唆地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 门忽然被人给推开了 柳如烟出现在门口 我连忙解释 她不是我弄哭的 唐冠玲也连忙擦着眼泪道 确实不关景言的事 都是我自己想起了伤心的事 我冲柳如烟连连点头 催道 你快安慰安慰她 她也挺不容易地 我话音刚落 柳如烟就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她冷言冷语地道 陆景言 你都落魄成这样了 还不知安慰 我的心微微抽了一下 她这是认为 我欺负唐冠玲了 唐冠玲连忙帮我解释 如烟 真的不怪陆二少 是我的问题 你不用帮她说好话 柳如烟轻轻地拍着 唐冠玲的后背 清冷的眸光 却是盯着我 我极力地忽略心中 那抹酸涩难受 乖顺得道 我以后不会了 我以后一定安分 柳如烟醋了醋眉 却没再说什么 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带着唐冠玲出去了 我靠在床头叹气 我感觉我越来越喜欢 柳如烟了 怎么办 不行 我得早点离开 不然到时候陷进去了 抽身可就难了 下午 柳星星忽然跑了过来 担心她是来找 唐冠玲的麻烦 我拦住她 故意说 唐先生现在正跟柳如烟在一起呢 你还是回去吧 柳星星却笑着看我 我是来找你的柳星星笑起来特别漂亮 有种岁月安好的感觉 我当年就是因为她的笑容才喜欢她 可年少的喜欢终究太过表面 如今 我对她连好感都没有 我没什么语气地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景言 她忽然深情地看着我有些急促地冲我说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唐冠玲 我喜欢的是你 既然你现在已经跟我妹妹离了婚 那我们在一起把她说着 还深情地拉住我的手 我吓一跳 急忙将手抽出来 退后两步道 唐大小姐 还请你自重 景言 你怎么了 你以前说过要做我男朋友的 要不是我妹她卑鄙无耻 我们现在都已经在一起了 她边说着边不停地吵 我凑近我皱着眉不停地后退 她忽然一把抱住我的腰 激动到 是不是我没威胁你 逼迫你了 你别怕 有我在 我一定会护着你 只要你帮我偷到她的机密文件 到时候我一定能扳倒她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幸福地在一起了 景言 我了然 这最后一句才是她的最终目的吧 看来唐冠林说的话并不假 一时间 我忽然发现眼前的女人丑陋不堪 我忽然有些庆幸 幸好当初柳如烟 在我和这个女人之间横插了一脚 不然我可能就真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了 我甩开她的手 很冷漠地道 抱歉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了 柳欣欣的脸色僵了僵 她不相信地道 怎么会 你当初明明那么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柳如烟 是不是因为她 我没有理会她的追问 转身进了屋 回到房间 我忽然有点同情起柳如烟了 现在她姐还有她心爱的男人都要害她 她可能还一点都不知情 哎 该怎么提醒她 唐冠林想偷她的机密文件呢 直接把唐冠林被录像威胁的事情告诉她吧 好像又有点不道德 毕竟那是唐冠林羞于其耻的秘密 她肯告诉我 也是相信我 正想着 唐冠林就给我发了信息 让我千万不要将录像的事情告诉柳如烟 我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所以 我该咋提醒柳如烟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机密文件呢 晚上 柳如烟又又又来我房间了 一言不发就拉着我坐 我就纳闷了 她天天这么睡 我不嫌腻吗 我还在思索该怎么提醒她 羽人忽然抱住我的脖子 炙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 又在想柳星星 呵 你不过是今天跟她见了一面 心就被她勾走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跟她见面了 不对啊 柳星星今天来找我的时候 她并不在家啊 所以 只有一个可能 我皱紧没瞪她 你监视我 柳如烟撇开脸 吃笑了一声 谈不上什么监视 你家院子到处都是监控 你难道不知道 可你没事看监控干嘛 我喜欢 你管得着 思 这话好耳熟 这不是我以前常对她说的台词吗 哎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柳如烟一脸娇怒地腻着我 她来找你做什么 没 没做什么啊 我下意识地摇头 没了 灵光一闪 哎 这不是提醒她的借口来了吗 我连忙又道 其实 她来找我是想让我帮她偷你的机密文件 然后扳倒你柳如烟深深地看着我 那你答应她了吗 答应了女人羞地瞪着我 那张俏脸肉眼可见地阴沉下来 我连忙道 你别生气 我这不是乖乖地告诉你了吗 所以 你还是看好你公司里的那些重要东西 这有人一直惦记着 你辛苦打下的江山梨柳如烟冷吃 她想夺走我的东西 也要看她有没有那个本事 完了完了 这女人是真的生气了 就在我以为她要变着法折磨我时 她忽然起身穿好衣服离开了 我重重地呼了口气 心中暗想 我刚才那番话虽然惹怒了她 但好歹也成功地提醒了她 快凌晨的时候 我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 我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 我妈的哭声就从那头传了过来 景言 你快来医院 呜 你爸受了重伤 情况很不好 我猛地一机灵 一个鲤鱼打挺就从床上蹦了起来 院子里停了两辆车 可是我没钥匙 去找柳如烟药 可我才刚惹怒她 她会给我吗 没有指望柳如烟 我焦急地往外面跑 忽然 一道焦鹤想在我身后 这么晚了 往外跑什么我心底一颤 连忙转身冲到她面前 柳如烟 我爸现在在医院抢救 你把你车借给我用一下好吗 因为焦急和慌乱 我的声音带了点颤音 柳如烟深深地看了我两秒 然后拉着我就往车上走 惊讶地看着她发动车子 我忍不住道 我自己过去就好 你可以回去睡觉 送送你也无妨 女人声音不喜不怒 听不出情绪 我扭头看向窗外 一颗心因为我爸的事情 而高高地旋转 来到医院 我爸还在急救室 我妈泪眼婆娑地跟我说 我爸是被以前对我们家 鳄鱼奉承的那些人嘲笑了 一是气不过 就跟那些人起了争执 然后一不小心 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我哥气愤道 那群王八糕子 等我们家好起来 我定要那些人好看 我妈不停地抹泪 你爸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医生不停地催手术费 我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妈华音刚落 还不带我开口 柳如烟就默默地去缴费了 我妈看着柳如烟的背影直夸 还是我们家媳妇好 就算发达了 也没做见我们 景言啊 你以后可要好好对人家 再不能像以前那样 欺负她了 我心情复杂地 抿了抿唇 没说话 等结果的期间 柳如烟还体贴地 给我妈倒了杯热水 还安慰她 让她别担心 还说后续费用她全包了 我妈感动得热泪盈眶 直夸她 趁着柳如烟 在休息区喝茶的空隙 我走过去 从她诚心地道 今晚 谢谢你柳如烟静静地看着我 她的眼神总是很淡 让人无法窥探一二 许久 她道 我不需要你的谢谢 我下意识地问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你说柳如烟 如动着唇瓣正要开口 急诊室的门忽然开了 我妈的喊声也传了过来 欣喜我爸的情况 我也没等她说什么 急忙朝着急诊室那边 跑了过来 医生说 我爸的手术很成功 但还是要住 ICU观察几天 如果没有其他后遗症 再转普通病房休养即可 我们全家人 终于松了口气 从医院出来 柳如烟 并没有直接带我回去 而是带我去了酒吧 我疑惑地问她 带我来这做什么 她给了我一杯鸡尾酒 冲我道 带你来放松放松 我接过鸡尾酒喝了两口 就没有再喝 怕喝醉 她看穿我的心思 道 喝吧 醉了由我笑笑 她怕不是忘了 当初就是因为我喝醉了 才被她给睡了 所以从那时候起 我就暗暗告诫自己 在外面不能再喝醉 我摇头将酒杯推远 她也没再劝 拉着我去舞池里 跳了会舞 蒋真 刚刚在医院 心情崩太紧了 这会来酒吧消遣了一下 心情果然放松不少 柳如烟又带我去逛了夜市 她还买了很多路边的小烤串 我惊喜地冲她问 你也会吃这些垃圾饰品 她笑而不语 只是将烤串递给我 我不知道她爱不爱吃 反正我是很爱吃 结果烤串 我也不客气 直接大口吃了起来 她要开车 不能喝酒 我点了两瓶啤酒喝 我喝酒撸串的时候 她就一直盯着我看 那眼神竟带了些许温柔 让我一阵恍惚 她莫不是把我当成了糖冠铃 毕竟 结婚的那三年 她可从来都没有用这样温柔的眼神看我 我瞥开脸 闷声道 你吃啊 看我能看饱 她笑了一声 将视线转向别处 然后有一口没一口地咬着她手里的串串 我瞄了她一眼 感觉她并不喜欢吃这些 大概是唐冠玲喜欢吃吧 吃完宵夜 柳如烟又拉着我去旁边的河边散步 这个点算很晚了 但是夜市周围的人还是多得很 我跟柳如烟并肩走着 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就兴致大发地带我逛酒吧 逛夜市 逛河边 不管她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了唐冠玲的提升 总之 她带我这么一逛 我的心情是真的好了很多 而且就我爸的事情 她是真的做得很好 我除了感激她之外 好像也越来越喜欢她了 怎么办 再这样深陷下去 我可就完了 思绪正游离 旁边忽然有人跑过 不小心撞了我一下 我身形不稳地往前晃了两步 一声小心从身旁落下 紧接着 她扶住了我 我一捶眸就撞进柳如烟如水的眸子里 心口莫低一条 柳如烟深深地看着我 我与她对视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 一颗心扑通直条 忽然 她点起脚尖缓缓地朝我凑近 就在她的唇要贴到我的唇时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 我看到是唐冠玲打来的 刚刚的暧昧瞬间散去 我狂跳的心也瞬间趋于平静 我怎么又没摆正自己的位置 她喜欢的可是唐冠玲啊 如果我还是她老公 我尚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争一争 可我什么都不是 她那丈夫的位置甚至还被她亲自夺去了 留给她心爱的人 所以守住自己的心吧 别到时候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们没事 一点小事情 你睡吧 柳如烟冲着手机温柔地说 等她挂了电话 我冲她道 走吧 我们回去柳如烟微微醋了醋眉 怎么了 我摇头道 没怎么啊 就是你快回去陪唐先生吧 她大半夜没看见你 肯定很担心你柳如烟的眉头皱得越发紧了 翘脸上也添了些怒气 我撇开视线 认真道 柳如烟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很差劲 你恨我厌我是应该的 但你像这样把我困在你身边对谁都不好 所以 放我走吧 我们的情人协议作废 那些钱就当是我借你的 在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努力赚钱还你好不好 在我还没有爱她爱到要死不活的时候 我趁早离开 这样也不至于那么难受 可我的这番话说完 柳如烟的脸色却阴沉得可以滴出水来 她咬着牙根 一字一句道 你要离开 你要跟柳欣欣走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又提起了柳欣欣 为了记她将我赶走 我故意道 是 我喜欢她 我想去到她身边 你的那些钱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我就一定会赚钱还给你的 柳如烟冷冷地看着我 那眼神犹如寒凌凌的冰雪 我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女人也会有如此可怕的一面 我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可她并没有对我做什么 甚至连骂都没有骂我一句 只是默默地转身往停车驱走去 我猜不透她的沉默是什么意思 是要放我走还是怎么滴 一路上她没再说话 我也没敢吭声 到了家后 我刚下车 她就又开着车子走了 我失神地望着 消失在夜色里的车子 有些迷茫 她究竟在生什么气啊 我虽然要走 但又不是不还她钱 这天晚上 我失眠了 脑海里想的都是柳如烟 我能很肯定 我再不离开 那便要彻底陷进去了 连这五天 柳如烟都没有再回来过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五天没看见她 我的心情也低落了五天 唯一令我高兴的是 我妈打电话来说 我爸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 我妈在电话里 又把柳如烟夸了一顿 说柳如烟让人送了不少补品过去 还说我爸住的是VIP单间 住院费全都是柳如烟交的 我听着听着 莫名的 眼睛里就浮起了泪花 其实 那个女人是真的挺好的 我真的很想好好感谢她 但奈何那个女人这些天都不在 傍晚 我瞧见唐冠玲坐在院子里抽烟叹气 我忍不住上去询问 这才得知她跟柳如烟吵架了 唐冠玲说 柳如烟跟她吵完架之后 就直接去外地出差了 听吧 我心里顿时浮起一抹自嘲 柳如烟几天没归家 我还以为她是在生我的气 可原来她是因为唐冠玲 也是 那女人喜欢的本来就是唐冠玲 我又算什么 压下心中的酸涩 我冲唐冠玲低声安慰道 你们彼此相爱 又为什么要吵架 其实 柳如烟她也挺好的唐冠玲叹气道 我知道她很好 我也明白她对我的感情 可那柳欣欣一再地威胁我 逼迫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 你们吵架是因为柳欣欣 我问 唐冠玲点点头 如烟让我不要再见柳欣欣 可是我有把柄在柳欣欣的手上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 听到这里 我也明白了 其实柳如烟和唐冠玲之间 最大的问题就是柳欣欣 只要解决掉柳欣欣这个威胁 他们就能幸福了 是吗 如果是这样 那在我离开之前 那便为柳如烟做件好事吧 我冲唐冠玲道 你别难过了 那录像 我去帮你拿回来 唐冠玲一证 冲我道 可要拿回录像 就得用如烟公司的机密文件画啊 那我便偷一份机密文件给她 就是了唐冠玲忽然又用那种怪异的眼神看我 冲我问 为什么忽然又愿意帮我了 我笑了笑 因为柳如烟是个好女人 我希望她能幸福 唐冠玲了抿唇 脸上闪过一抹我看不懂的复杂 第二天 我约了柳星星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到咖啡厅的时候 我恍惚看见了柳如烟 可等我追过去的时候 那人却并不是柳如烟 我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我是有多想她 想得尽出现幻觉了 景言 柳星星忽然在身后喊我 我呼了口气 收拾好情绪 转身冲她笑了笑 我告诉她 我讨厌柳如烟 我想回到她身边 想做她的男人 并表示愿意帮她偷取柳如烟的机密文件 但前提是 她不许再跟唐冠霖有任何的纠缠 柳星星听后欣喜若狂 连连答应以后再也不见唐冠霖 等我回到家时 发现柳如烟竟然在我房间 我心中一喜 下意识到 你回来了 可她的脸色依旧不怎么好 眼神冷冷地看着我 想着她跟唐冠霖 应该还在闹别扭 心情不好也是正常的 我压下心中的情愫 走过去冲她劝道 其实唐先生是真的很爱你 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只要你们 无 我话还没说完 她忽然拉着我朝我狠狠地吻了上来 不带我喘口气 她就已经把我压倒在床上 我握着她的肩膀 有些生气的道 你看清楚 我不是唐冠霖 你要发泄别找我 闭嘴 她骤然朝我低吼了一声 把我吼得一了 毕竟跟她认识这么久 哪怕以前我对她在差劲 她都没有吼过我 如今她发达了 到底是不一样了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怕我 哄着我了 也是 如今我只是供她消遣的一个玩物 谁又会去用心地哄一个玩物呢 心中又泛起那股密密麻麻的酸涩和疼痛 我垂眸 闭紧嘴 不再说话 她深深地看了我良久 然后扯开我的衣服请我 几天没见 她动作热烈又急促 当然也带了一股四报复的痕迹 其实我现在是有些后悔的 后悔以前没有对她好点 如果我以前对她好点 那她会不会就会喜欢我呢 跟她折腾到深夜 我累得要睡过去时 她忽然附在我耳边 气呼呼道 你想帮柳欣欣偷我的机密文件 可惜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保险柜的密码 是你的生日 我本来都要睡着了 硬生生被她这句话给惊醒了 啥 她保险柜密码是我生日 也是哦 人人都知晓她恨我厌恶 自然怎么也不会想到 她会将保险柜的密码 设置成我的生日 则 城府深的人 总能想到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一日 我又睡到日上三杆才醒来 柳如烟已经出去了 唐冠玲一个人在院子里喝茶 看见我时 她的脸色是说不出的复杂 我疑惑地看着她 怎么了 是那柳欣欣又骚扰你了吗 唐冠玲摇摇头 冲我问 景妍 你真的要帮我吗 我点头 我不想看到柳如烟不高兴 只有你们的问题解决了 你们才能幸福 唐先生 你放心 我今天就去帮你把录像拿回来 唐冠玲如动了下唇半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但她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来到柳如烟的书房 这以前是我家的书房 我一眼扫过去 书房里没什么变化 只是电脑换成了柳如烟的 书桌下也多了一个她的保险柜 我蹲在保险柜前 输入我的生日 保险柜门还真咔嚓一声开了 我随便拿了一份资料出来 然后打开柳如烟的电脑 那女人还挺心大 电脑竟然没设密码 搞完一切 我就去找柳欣欣了 柳欣欣听说我成功偷到了柳如烟的机密文件 早早地就在她的小别墅等我了 她甚至还准备了韭菜 一副要跟我庆祝的模样 我一过去 她就抱住我 激动到 锦言 我就知道你能成功 等我扳倒那柳如烟 她的一切就是我的了 到时候 我一定会将你宠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看着她激动的模样 她当初那温柔善良的形象瞬间面目全非 我都有点想不通 我当初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女人 她真的真的 不及柳如烟万分之一 柳欣欣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到沙发上 冲我要拿机密文件 我捏紧手里的公文包 冲她道 机密文件可以给你 但你得将唐冠林的录像给我柳欣欣醋了醋眉 什么录像 你在说什么 你还装算 我冷声道 你当初趁她喝醉睡了她 然后还拍了视频以此威胁她 我倒是不知道 你的行径这般卑鄙恶性 柳欣欣气笑了 景言 你从哪听说的这些 是那唐冠林一直爱慕我 缠着我 我本来没有接受她 后来得知柳如烟喜欢她 把她接到了身边 我这才勉为其难地给她睡 目的也只是哄着她 帮我偷着机密文件罢了 可你不一样 景言 我是真的喜欢你 够了 听到这里 我的心已经有些乱了 到底谁在撒谎 我冷冷地看着柳欣欣 我说过 想要机密文件 那就拿录像来换柳欣欣一脸无奈 景言 到底要我说多少次 我真的没有什么录像 我要是有 我肯定给你 毕竟那唐冠林 对我又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我拿着那录像 又有什么用 我成了沉谋 柳欣欣说的也有道理 机密文件就在眼前 她要是真有录像 不会这么死捏着 也就是说 唐冠林在撒谎 如果真如她所说 唐冠林爱慕的是她 那么唐冠林会不会是在利用我帮她偷取文件 越想越不对劲 我得去找唐冠林问清楚 我起身道 那文件我藏在了一个地方 我这就去给你拿 等等 我刚走了几步 柳欣欣忽然冲过来 抢走了我的公文包 我没有理会她 越发几步地往门口走 陆景言 忽然 身后传来一阵冷喝 我蹴了蹴眉 大步往门口走 可柳欣欣很快就冲过来了 一把拽住我 这女人力气大的出奇 我硬生生被她拽到了沙发上 她发了疯地冲我吼 你居然弄了份假文件来糊弄我 你骗我 你根本就没想过要娶我 没想过帮我对付柳如烟 是不是 的确 那文件我做了手脚 也就第一页是真的 后面全是假的 我冲她冷吃到 人家柳如烟能混到今天的地位 那是人家的本事 你眼红 那你自己去努力啊 觊觎人家的东西做什么 柳欣欣眼眸越发心红 你喜欢她 她那么好 我为什么不能喜欢她 柳欣欣 算我以前看错了你 你要还是个人 那么想要的东西 就自己去争取 别用这些不入流的旁门走道 我说完就要走 柳欣欣却一把将我扑倒在沙发上 她眼眸心红骇人 如一个疯子冲我嘶吼 她柳如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她凭什么跟我比 景妍 你以前明明喜欢我的 你怎么可以变心 我比她好 真的景妍 你试过就知道了 我真的比她好 柳欣欣说着就疯狂地吃我的衣服 我急了 慌忙摸到茶几上的烟灰缸 朝她的头上砸去 她一下子就被我砸晕了 我连忙推开她 看着她依旧美丽的脸庞 心中感叹 这女人真是空掌了一副好皮囊 我正要离开时 唐冠玲忽然出现在门口 一看见她我就来气 我冷冷道 你根本就没有录像在她的手里 你一直都在骗我 利用我 唐冠玲冲我轻轻地笑了笑 你与其在这斥责我 倒不如去追柳如烟 她走了我心底一沉 她走了是什么意思 你果然还是什么都不明白 单纯地狠唐冠玲轻叹了口气 道 柳如烟以为你爱的是柳欣欣 想要跟柳欣欣在一起 所以她主动退出 离开了这座城市 包括她的保险规密码 她也是故意告诉你的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怎么会 她喜欢的明明是你 包括她跟我离婚 也都是为了你唐冠玲骤然大笑起来 我可没有你那么好的福气 她之所以跟你提出离婚 只是试探你 却没想到你毫不犹豫就签了 而我也不过是她请过去刺激你的 我之所以会答应跟她演戏 也是为了试探柳欣欣 可没想到 柳欣欣是真的不爱我 一点一点都不爱她说着 看向晕倒的柳欣欣 笑容悲伤又可怜 陆景言 我真的很羡慕你 能被那样一个优秀的女人深爱着 你知道吗 你家那座别墅 它是买在了你的名下 还有她公司的股份 绝大部分都在你的名下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听着唐冠玲的话 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那三年婚姻 我对柳如烟有多糟糕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怎么也不敢相信 她会喜欢我 唐冠玲走到柳欣欣身旁 扶着她的脸庞 南南道 陆景言 我是真的好羡慕你啊 我冲她道 其实你不用羡慕我 只要爱对了人 你也可以幸福 只要爱对了人 唐冠玲低难着 忽然冲我笑道 你快去追她吧 这个时候赶去机场 或许还来得及我心中一急 连忙丢下一句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就匆忙往外面跑 身后传来她的一声轻叹 谢我这个坏人做什么 我告诉你 不过是因为你和柳如烟 都对我太好太好罢了 我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唐冠玲 从一开始看我的眼神 就没有嫉妒和恨意 原来她爱的是柳欣欣 还有柳如烟 那个傻女人 她喜欢我 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不断地催司机快点 我又着急地拨打柳如烟的电话 可被告知是空号 呵 那女人竟敢算走的这般决绝 连电话号码都换了 我又打电话问唐冠玲 问她柳如烟要去什么地方 她说她也不知道 只知道柳如烟离开后 就不会再回来 我的心里越发焦急 祈求自己还能来得及 可等我赶到机场时 那个女人还是走了 我在机场崩溃地大哭 喊着那个女人的名字 周围的人全都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 可我什么也管不了 我只知道柳如烟她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而我也再见不到她了 我的心痛得连呼吸都困难 我呆滞地在地上坐了许久许久 才失魂落魄地往机场外面走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 回去后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只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的 我蒙在被子里不停地流泪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柳如 烟你回来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凶你 一定不会再欺负你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你回来好不好 我咬着自己的手背 不断地念着那个女人的名字 可寂静的空气里 终究没有一声回应 迷迷糊糊地哭到半夜 我忽然感觉有人从背后抱住我 那熟悉的热度让我浑身一颤 我猛地睁开眼睛 急促地转过身 便看到了柳如烟 这是在做梦吗 我不管 狠狠地抱住她 委屈得像个孩子 我以为你走了 柳如烟很明显睁了一下 半晌 她使劲地将我推开 冷冷地盯着我 为什么难过 被柳欣欣抛弃了 我急促地摇头 一把抱住她 紧紧地抱着 他们说你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柳如烟说 我是打算离开 永远也不再回来的 可等我到了那座陌生的城市 我心里又不甘心 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了 你和柳欣欣 我抱紧她 翻到她的身上 冲她又哭又笑地道 你个傻女人 你的不甘心是对的 说完 我深情地稳住她 我的稳计很差劲 明明是我主动去稳她 可到最后 自己却被她稳得差点透不过气 等我退开时 发现她毛子里的温良 已经净数融化 化为了春日里的暖阳 这一夜 我感受到了 她从未有过的温柔 我也才知道 原来她也可以是 这么温柔热情的一个女人 但愿这一切不是梦啊 清晨我猛地醒来 急促地看向身旁 发现柳如烟正盯着我看 我顿时松了口气 紧紧地抱着她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有些诧异 陆景言 你 我都知道了 柳如烟的身子顿时僵了僵 我把她拥在怀里 闷闷地道 唐冠林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个傻女人 既然喜欢我 为什么不说啊 柳如烟咬唇看着我 过了好一会才到 因为怕受到你的嘲笑 怎么会 还记得高中那会 我为了能在那的家里生存 故意学坏 故意把成绩考得很差 有同学跟你说我长得好看 问你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 你说脑子不正常 才会喜欢我这种垃圾 我怎么不记得 我反驳 我没说过这样的话吧 你有 柳如烟娇俏的脸上 满是怒气和委屈 我记得很清楚 你当时还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都是厌恶的 我抱紧她 默默说了声对不起 柳如烟又道 后来啊 我学好了 成绩也上去了 可你还是不看我一眼 你那时候 视线都是追着柳欣欣跑的 所以说 你那会就喜欢我了 我有点不敢相信地问 她点了点头 又说 我这个人其实很胆小 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说 怕看到她讥讽嘲笑的眼神 可我又很坏 很卑鄙 我受不了你喜欢柳欣欣 所以才会在那次 趁你喝醉把你睡了 还故意把那件事闹大 我以为 只要我们结了婚 你就是我的 你总有一天会喜欢我 可是 没有可是 我喜欢你 我着急地冲她到 柳如烟 我现在清楚地告诉你 我爱上你了 她的身子又僵了僵 然后魔光修地按下来 其实 感动并不是爱 你要分得清 我分得很清 在我们结婚第三年 我就慢慢喜欢你了 只是你这个傻子 却向我提出离婚 你都不知道 我伤心了好久好久 我说着 还委屈地红了眼眶 柳如烟急忙抱紧我 她又惊又喜地问 你说的 都是真的 这么个清冷美人 问这话的时候 声音里竟还带了一抹颤音 我连连点头 我爱你 现在只爱你 以后也是 柳如烟瞬间笑了 笑得如三月里的暖阳 原来 这个女人笑起来 也能这般岁月静好 我抱紧她 庆幸于她的不甘心 要是她真那么 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我可怎么办啊 所以 喜欢一个人 就要大胆地说出来 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不会留有遗憾 也不会错过 愿所有的人 遇到真爱时 能够勇敢一点 主动一点 也愿天下所有的人 都能够得到幸福 全文完